第2106集 我第一次见到穆月的时候 他在寻找一种叫做五四仙子的灵药 这种药算得上是不错的天才地宝 当时我没有注意 他寻找这些东西干什么 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感情他寻找这些东西 是想医好穆天风的腐病啊 五四仙子拥有极好的愈合效果 但是穆天风身上的是天才 即使是再好的天才地宝 也不可能医得好他的病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 他们还信以为真了 穆天风得了这种病之后 就想尽一切办法治自己的病 可惜的是这种病是天才 其实他想治好就能治得好的 所以他便广招着天下的奇人义士 为他自己医病 可是效果并不算是太明显 我在离开穆家之前 穆天风极其地信任一个叫做 一行居士的人 寻找五四仙子为他治病 也就是这个人出的主意 包括后面的事情 可能都是出自这个人的手笔 乌云是九子鬼母 但他与众不同的是 能驾驭十子 如果十子一旦大成 他将会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存在 而穆天风如果吞噬了他的能力 修为也会提升一大截 这老东西都遭天遣了 还是不肯放弃他的修行手段呢 对呀 现在的穆天风很疯狂 不仅人的修为能吞噬 就连腰的能力 他也一样能吞噬 他对我们来说 是个极大的威胁 目前来说威胁算不上 但是我觉得 他应该快找上我们了 乌云失利 恐怕穆家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他吧 这个人我保了 我倒要看看 穆天风敢不敢动 穆天风很张狂 他觉得这天下 就没有他不敢动的人 那就让他动 借机和穆家叫板 反正我要再继续地往上爬 迟早有一天 要跟穆家的人碰上了 那好 我去看着乌云 好 去吧 叶好轩点点头 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 乌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命运 居然会有改变的一天 现在的凌晨 他拿出了封印着小九的那个锦囊 右手一招 只见锦囊自行打开 一团幽幽的亮光浮现出来 小九浮现在他的跟前 看到了乌云 小九似乎十分高兴 他围着乌云不停地转动着 小九 我们遇到好人了 今天晚上鬼门打开 你就可以顺着通道去轮回 来时去找个好人家 投了 乌云伸出手去 光亮附在他的手心 小九是挺可怜的 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他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 就离开了人世 本身他是有怨气的 但是叶浩轩已经洗尽了他的一身怨气 他可以安然无忧地去轮回 妈妈舍不得你 乌云难难地说 妈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 但那样只会害了你 小九听不懂乌云的话 他只是似懂非懂地看着鬼魔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一道隐约的亮光从地下涌起 持续的光滑直通天际 这些道光滑用肉眼 肯定是看不到的 但是乌云并非是一般人 虽然他现在的能力尽失 但是这道光滑 他还是看得到的 无数的孤魂野鬼 在这一刻欢快地涌了过来 他们争先恐吓地涌入光竹中 因为这是上天 给这些孤魂开的一道方便之门 以便他们载入轮回 只不过 只有特定的时间才有 今天晚上刚好赶上 小九 快 快去 这是轮回之光 鬼魔连忙把小九放到空中 催促他去轮回 但是小九犹豫了一下 他回头看着鬼魔 在鬼魔的身边 不停地转动着 他竟然是不愿意离去 小九 鬼魔有些怒了 他怒道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是恩人用无上神力 强行开辟的一道轮回之光 如果要等 再等十年也等不到 你快点去 小九还是不舍 他在半空中浮浮沉沉 不愿意离去 去吧 你很快会有来世 到时候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 我不会让你受任何一点委屈 听乌云这么说 小九总算是放心了 他在半空中浮动着身躯 一一不舍地看了乌云一样 然后转身钻入了 光柱之中 哼 想去轮回 哪有这么容易 突然 一声冷笑传了过来 一道黑沉沉的大刀 突然出现 猛地向那道光柱上斩去 鬼头刀 一团煞气息去 无数距离鬼头刀 进了孤魂野鬼 被吸入刀中 彻底地成为了刀的一部分 小九快回来 乌云连忙大叫 小九也是机灵 他一个转身 迅速地向乌云飞来 乌云伸手将他抓住 放在了锦囊之中 一刀斩断了那道光柱 没有来得及轮回的那些孤魂野鬼 纷纷地惨叫鬼 瞬间化作了一道黑烟 烟消云散 莫云 你想干什么 乌云后退了几步 他死死地盯着那位 突然出现了大汗 大汗身高有两米 手里一把鬼头大刀 显得阴气森森 我干什么 你生是穆家的人 死是穆家的鬼 我不管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也不管你到底有什么难处 但是你背叛了主人 就是不行 莫云 我们两个无冤无仇 你放过我这一次 以后若有机会 必然会中信 乌云摇摇摇 他不得不低头 现在的他 根本没有任何 抵抗的能力 而眼前的这个莫云 实力又非同一般 如果真的起了冲突 他没有好处的 种歇 莫云笑了 他收起了手中的鬼头刀 乌云 你可知道 你的这一切 都是主人给你的 离开了主人 你什么都不是 可是你做的事情 叫什么事情 你背叛主人 而且 以后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了 你有什么东西 能容卸我 你任务失败 是必死的下场 可是你不要拖着我下水啊 你拖着我下水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莫云 你可能还不知道 穆家的秘密吧 没错 他是给了我们很多 可是他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是要加倍偿还的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少在这里谣言火中了 主人对我来说就是恩人 如果没有穆家 就没有我莫印的今天 我到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工地上的苦力罢了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拥有很强的身份 拥有相当的地位 这一切都是主人给予我的 他们辛苦地培养出来我们 又怎么可能会对我们下手呢 那是因为你自己孤陋寡闻 随着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人影一闪 老鬼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老奴 老鬼 你不过是一个资质一般的老头子罢了 主人留你在穆家 是为了给你一口饭吃 可是你却和这个女人一样 背叛主人 正好 今天让我见到了 我就提着你们两个的脑袋去见主上 摩吟 大家好歹也是相识一场 今天我劝你回头试案吧 穆家 真的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他们现在栽培于你 到你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把你的实力吞噬一空 穆家的大多数人 其实不过是他们养的猪罢了 等到肥了 采了吃肉 而你的实力 已经快到了 老鬼呀老鬼 你是越来越糊涂了呀 莫吟自以为是的摇摇头 亏你还是出自穆家 亏你们两个还受穆家极重的恩典 但是你们做的是什么呢 你们背叛了自己的主家 现在还反过来反咬一口 哎 我说的都是实话 如果你不相信那就请便吧 老鬼无奈地摇摇头 他知道 现在对他说话 那都是废话 哼 我走可以 但是你们两个的命 得交出来 莫吟一挥手中打倒 他冷笑道 提着你们两个的脑袋去见主人 这一趟活我就觉得走得直 那你得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老鬼双眼微微的闭上 等他再睁开双眼的时候 一抹精盲从他的眼中抱石而出 你拿命来吧 哇呀呀呀 莫吟一挥手中的大刀苍朗朗 就猛地向老鬼斩了过来 鬼头大刀之下也不知道隐藏了多少怨魂 指尖呼一声 黑气缭绕 一股刀锋向老鬼袭了过来 老鬼的身形微微的一退 莫吟的这一刀便及落空 他抱贺一声 手中的鬼头大刀捂出了无数刀花 向老鬼供了过来 老鬼的身形不动如山 他右手一伸向前一直点出 嗡的一声 一抹指力激发而冲 击在莫吟的鬼头大刀上 莫吟只感觉虎口一震 他手中的大刀在这瞬间 仿佛像是被重拘给击中一般 他整个人连人带刀后退了几步 这才稳住了身形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只是皇家的修为 你怎么可能拥有 随手一直就把我击退的能力 莫吟不敢相信地看着老鬼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知道这个老鬼的实力如何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肯定不相信老鬼意志之力 居然会这么强 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就站在你的跟前 你或许不相信吧 在半个月之前 我还是皇家的实力 而现在 我已经即将要突破天境 达到先天至敬的境界了 我看你是疯了吧 莫吟像是看傻子一般看着老鬼 他冷笑道 你怎么可能在这半个月内 突破到天境呢 不信 我们可以继续拼呢 老鬼伸出了一个井的姿势 那好 那就试试吧 莫吟大喝了一声 他手中的鬼头刀一横 只见黑气生腾 整个肉眼可见的黑色骷髅 突然凭空化成 向老鬼袭去 同时他手中的鬼头刀 向前一指 连人带刀向老鬼攻了过去 几天不见 你的鬼头刀杀气又中了许多呀 老鬼微微地一笑 尽管对方的来势很凶猛 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应付着 虽然莫吟比起老鬼 多了些悬门法术 按理来说 老鬼的实力和莫吟比起来 还是差了些许 但是老鬼的年龄 比莫吟大呀 实战的经验 也十分地丰富 他从容地应对 一时半会儿 倒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反观莫吟呢 他现在是急于求胜 啊 公事太凌厉了 无形之中就露出了一些破绽 老鬼抓住莫吟的破绽 和他缠倒 两人一时间居然斗了个半斤八两 莫吟大喝一声 手中的鬼头刀猛地向前一展 在他斩下的同时 老鬼虚空击出一拳 两人的身形拉开了距离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拥有天井的实力 莫吟不敢相信地看着老鬼 他真的以为自己见鬼了 我刚才说了 我现在已经达到天井的实力了 可是你就是不相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莫吟盯着老鬼 他像是见了鬼一般 如果你跟着现在的主人 你自然就是知道为什么了 莫吟 大家相识一场 我不为难你 你也不要为难我 我的老板说了 乌云他保下了 如果莫家的人不服气 大可以找他去理论 但是你们谁也不能动他一根寒毛 就是那个乳羞未干的小子吗 莫吟怒急而笑 他冷冷地说 那小子毛都没长齐 居然也能让你心甘情愿地叫一声老板 看来他还是有点能耐的 但是这个小子也太嚣张了 凭他的一己之力 居然敢跟我们莫家叫板 他是嫌他自己的命长 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老板既然敢这样说 那就说明他有这样的实力 怎么 你不相信 我当然不相信 虽然你现在达到了天井 但是恕我直言 你的实力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了点 我今天一定要拿你们两个的脑袋去邀功去 莫吟冷笑了一声 他手中的鬼头大刀向前一横 只见无形中的黑气 又在半空中映现 我现在还要见到过了 昨天天赑了 我现在还能给你一下 我现在要见到过了 对了 我现在不要找到个人 我现在用了 你怎么听到吗 我现在会说明了 确实阅架